前副总统拜登的战败声明演讲 彻底的证明他是一个 活在自己世界的一个老人痴呆 而且说美国人和阿富汗的人民 应该要感谢仁慈的塔利班政权 美国的敌人看穿了拜登这位纸老虎 獠牙全路 而且无后顾之忧的展开他们的野心 然后左派暗示 其实你们这些保守派的人 才是真正的塔利班 其实你们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我是Eto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AI News的筹款已经开始了 一人一百就AI啊 感谢所有的牧师的支持 也感谢各位牧师在各个教会 帮我们宣传一下 保守派的声音正在被消灭 年轻一代的基督徒 正在被左派文化扭曲 我们要有一个发声的平台 目前离我们筹款的目标 还有一段距离 可能就是负责出房租 但是没有钱加油跟吃饭的概念 但是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会更努力的去做 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新闻 这些事工 还有看到这些新闻 还有价值观的价值 也请各位观众帮我们宣传 这个频道出去 把正确的价值观传达出去 好我们就回来看今天美国发生了什么事 拜登身为美国的前副总统 我知道我继续在叫他前副总统 其实好像是我在逃避现实 但是我真的知道大选舞弊 虽然他当选的票是选举人投出来的 但是选举人的选举绝对是有舞弊的 我就是不愿意叫他 yeah 他是一个完全跟世界脱节的人 他是一个完全跟社会脱节的人 他在他的战败演讲上面说 我们的敌人正在生气啊 中国跟俄罗斯 多希望我们继续待在阿富汗啊 我这么做就是 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声啊 以下是美国历史上最蠢的总统发言 原来是这样啊 中国跟俄罗斯 希望我们继续待在阿富汗 所以说最会令他们生气的 就是我们现在离开阿富汗了 现在中国跟俄罗斯 这两个自由世界的敌人 正在躲在他们的贫民窟里面跺脚 然后战斗啊 他们非常非常害怕 我们美国就这么一走了之啦 把阿富汗的人民 全部都丢给恐怖分子 中国跟俄罗斯吓死了 我们这些无预警的大撤退是应该的 吓死人了 吓死我们的敌人了 就跟美国当时放弃乌克兰一样 就跟美国放弃香港一样 过去美国二十年简直就是一个国际笑话 在国际上我们不断放弃我们的盟友 而且在背后捅刀 以下是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 曾经帮美国翻译的人员 被塔利班的恐怖攻击霸凌 还有就是昨天有一些人手上拿着阿富汗的国旗 就是前几天还是阿富汗的那个国旗 还不是恐怖分子的那个国旗 塔利班就直接对群众开枪 根据当地报道 至少死了两人 至少有十个人受伤 以下是事发当事的影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一切还是在计划中吗 根据拜登这一切都是在计划中 根据拜登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策略 把阿富汗的人民还有之前美国的盟友 全部都留在那个地方 直接被恐怖分子摧残 以下是一名阿富汗的小女孩 被困在柵囊外面 哭求着美国的军人带她走 因为她知道如果没有的话 她会被怎么样 然后呢 中国不是很生气吗 中国不是很害怕吗 拜登不是说 中国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所以真的就是文风丧胆吗 什么美军撤退了 那该怎么办 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 中方在充分的尊重阿富汗国家主权 以及国内各个派别意愿的基础上 同阿富汗塔利班等保持着联系和沟通 一直在为推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正如大家知道的 7月28日 王毅国委员在天津 会见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 巴拉达尔一行 我们希望阿富汗塔利班 同阿富汗的各党派 各民族团结起来 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国情 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 根据宗教算个屁呀 塔利班就是个恐怖组织 就是一个利用宗教来促成恐怖的组织 中国也跟巴基斯坦达成共识 要一同制裁印度 根据Global Times 环球时报的推文 上面写说 根据目前在阿富汗要发生的事情 台湾应该要了解 当台海战争发生时 这个岛的防御会在几小时内崩溃 美军不会来帮忙 结论就是 民进党会瞬间投降 下面一张图上面写着 台海战争爆发 当大陆武力攻台的时候 你会觉得美国会比他们在阿富汗 在叙利亚 在越南更这样有决心的要介入吗? 没有错 中国共产党终于把自己比喻成恐怖分子了 然后现在在威胁台湾 目的就是要台湾选出一个 跟香港一样亲中的政权 他们想要一切和平的方式解决 但是如果要用武力的话 他们现在一点都无怕 美国算个屁呀 For the first time and forever 中共是对的 关键时刻在上面天天胡扯什么 拜登才是真正反中国的 拜登说美中关系回不去了 No, you guys are just lying to yourself 当美国说 不要打了,好了,停了 不代表我们的敌人会这个样子 Evil never stop 我们现在的美国人常常在骗自己 就是美军离开越南是一件好事 造成的结果就是 整个东南亚全面赤化 柬埔寨的独裁者杀死了两百多万人 美国放弃了伊朗 伊朗就开始全面的支持核武 然后全面的资助全球的恐怖组织 当一个国家产生全力真空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一个暴君出来填满这个位置 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骗子 政府就是包装这群骗子的人 他们永远都会说 我们会跟人民站在一起 以下是拜登的战败宣言 我们会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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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阿富汗人民真的好能感觉到你在支持他们哦 这是我见过最恶心可笑又可耻的一段宣言 Oh my god 很多支持拜登的基督徒还有牧师 之前说终于可以好好喝杯咖啡了 还有所有地上的权利都是耶和华赐给的 Please look at that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没有放弃阿富汗人民 我们会用说的 我们会透过外交 我们之前的方法都是错的 他们不怕死 他们都仿制杀炸弹了 每个都似死如归耶 我们要改变政策 我们要改变策略 我们要记很严厉的斥责性 上面贴着镀金的白宫的这个logo 然后叫我们的大使馆交给他们 Oh I'm sorry 我们在那边没有大使馆了 我们大使馆被他们攻陷了 好像塔利班的人会说 拜登的话实在是太可怕了 只要他说话 我觉得好像我们就应该要让小女孩上学耶 我觉得我们就不应该强暴这些小女孩耶 拜登还说我们会以我们的外交以及国际手腕 还有人道组织来迫使这个压力 人道组织要跟谁联络? 跟塔利班联络? 国际手腕 我们连大使馆都没了 我们要外交个... 他还说我们会持续呼吁阿富汗人民的基本人权 我们只要用说的就会成就了 我们要用在美国最有用的力量 社交媒体 hashtag OK? bring back our girls hashtag hashtag 我们跟阿富汗的人民站在一起 左派现在真的变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他们简直是把自己毫无羞耻地放到了国际舞台上 然后被彻底发现他们是群滞胀 我们不断地帮助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清醒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 如果已经被发现是群滞胀的话该怎么办呢? 就要找理由啊 理由是撤退阿富汗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美国的本土就有一群恐怖分子 就是那些川普的支持者 那些右派 那些共和党 那些爱耶稣的神经病 拜登是对的啊 阿富汗的政治主持人们辩认了 而逃了国家 阿富汗的党军失了 他可能会可以抗几次往的缘法 sometime without trying to fight if anything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past week reinforced that ending US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Afghanistan now was the right decision American troops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fighting in a war and dying in a war that Afghan forces are not willing to fight for themselves he's right We've had troops there for 20 years They fought They sacrificed Their family sacrificed So that we wouldn't have a terrorist attack In America Planned In a foreign country Why should our soldiers Be fighting radicals In a civil war in Afghanistan We've got our own on Capitol Hill Yeah 美國的恐怖分子 那些在國會山莊的那些人 攘外必先安內啊 我們的槍桿子 要對真正的敵人啊 沒有錯 對這些人來講 阿富汗 那個是個外國的內戰 那邊或許會有恐怖分子 但是 我們要面對的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他們口中的恐怖分子 就是你 你的想法 是阻止他們成立 大政府完全掌控的原因 因為你想要反對他們 他們最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用美軍的力量 來對你這個樣子的人 不止這個樣子 他們還說 我們是一群自以為是的愛國者 我們這些川普的支持者 我們想要在美國引起內戰 來推翻美國 以下是MSNBC的來賓 他說他有內線消息 我們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塔利班 不止這個樣子 左派的導演 左派的導演Michael Moore說 他們的塔利班 還有我們的塔利班 他們最在行的就是 奪取權力的走廊 目的就是要說 我們這群恐怖分子 其實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那麼真正的恐怖分子呢 真正的塔利班呢 那些践踏女權 燒殺擬虐 對民眾開槍 強姦孩童 製造恐怖的人呢 MSNBC說 我們剛剛說的那些 所有的畫面 全部都是 和平政權轉移 這群恐怖分子 現在正在身邊的 塔利班 為全致之為 他們採取過 Kabul 他們採取過 或是我現在說 他採取過 總統的 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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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的 塔利班 他們採取過 總統的 他們採取過 他們採取過 Islamic Emirate 採取過 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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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oisted up their own colours and it's been a relatively peaceful, if you like, process they haven't had to fire a lot of shots there hasn't been a lot of bloodshed in Kabul it was a pretty straightforward takeover for them they've also taken over the airport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f shots fired at the airport and Taliban fighters are all over the place but they're not in any sort of clashes with US personnel although commercial flights have so far been suspended 对,绝大部分的和平政权转移 就跟BLM的绝大部分的和平示威一样 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新闻 大部分都是和平的啊 就是偶尔在机场开枪啊 偶尔在街上开枪啊 偶尔跑出来把你抓出来砍头啊 偶尔把你的女儿抓出来当圣战士老婆啊 很和平嘛,对不对 这个世界的确有一群恐怖分子 他们想要制造恐慌 所以他们可以让无知的人民 自愿放弃神赐给我们的权利 以及宪法保护的权利 BLM在街上打砸抢 杀人 peaceful protest 塔利班在街上杀人 强奸 peaceful takeover 我们这些保守派 共和党 川普支持者 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想要制造国家分裂 这个就是美国目前的情况 如果今天美国有内战呢 如果我们真的开了第一枪 绝对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继续关注AI NEWS 各位AI NEWS的观众 很不幸呢 我们的事工遇到了资金瓶颈 我们的资金只能撑到 今年的9月底 非常感谢末世先锋的 Paul长老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尝试一下 媒体这份工作 谢谢Paul Paul长老呢 也愿意让我们继续经营 AI NEWS这个频道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来了 我家里有两个小孩 然后呢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 各位的帮忙 来维持这个频道 我也认为这是我的呼召 这就是为什么 我自己做了三年的YouTube事工 叫做Project Have Christian 颜值攻略 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文化 还有传达正确的基督教价值观 所以请各位帮帮我们 让我们可以继续做这个 我个人认为 我目前人生当中 最令我感到值得 而且有价值的一份工作 也请你把这个影片 分享给你的朋友 还有一起愿意 在这个文化战争当中 抵抗左派的人 之前你可以看到 后长老带着我们冲锋陷阵 现在你有机会参与在这个事工里面 我们个人失业或是怎样 我们还是可以去找其他的工作 还是有其他的机会 但是最可惜的就是 这个频道会消失 然后我们会失去一个保守派发生的平台 我们愿意继续把神国的这样的福音 还有我们基督徒真正要做的这样一个传扬文化价值的一个保守派的东西 给继续传播出去 那在这边呢 如果大家要是想要联络我们 不管有任何的讯息 告诉我们 或者是希望跟我们一起合作 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把我们这样一个基督教保守派的声音给发出去 不管是说教会也好 或者是神学院也好 等等等等 如果大家想要邀请我们的话 可以看下方我们有我们节目的专属邮箱 大家可以发邮件来联络我们 如果你要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我们的话 那更方便了 直接给我们打个电话 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通讯录里面找到我们的名字 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联络 那希望大家可以来帮助我们 来支持我们 那我们会把我们这样一个link放在下面的信息栏 然后还有下面的留言区 如果你要是想给我们买一杯咖啡的话 欢迎点进去 然后来资助我们一点点小的金钱 那我希望这个大家这样一个举动 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样一个频道给存留下来 那我们就继续的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 我们保守派基督教价值观的这样的新闻评论的节目 那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那我们就以后每天都再见了 拜拜 拜拜